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用男性思为征服男人 这个杀手节你一定要知道 在一段感情中 一般都是女人喜欢让男人猜自己的心思 或者是口是心非 如果男人没有猜对 可能小女人还会生气 我们都忽略了一点 就算是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很多时候 他们也都是没有理解我们心中真正的想法 所以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情侣 麦都有这样一句台词 有事情是要说出来的 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 因为对方不是你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等到最后只能是伤心和失望 尤其是感情 男人的直线性思维方式 使得那些直接了当的话 远比拐弯抹角来得更有效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在不知道对方到底需要什么的前提下 就贸然不计成本的付出 最后只能是费力不讨好 心理学研究表明 女人征服男人的最好技巧 便是采取男性思维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男人也是如此 他们希望和另一半在一起的氛围 是和谐融洽的 哪怕是真的犯了错误 到了需要指责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会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指责 一次两次的指责 或许会有作用 但是时间长了 即便是真的认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对 也还是会在心里产生逆反心理 因为超线效应本就是这样 同意见次数发生的作用太多 就会让人从喜欢或者是平淡 发展到无感甚至是厌烦 因此我们应该站在男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假如对方做的某件事并不是很合我们的意 可以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 而是先要肯定对方这么做就有一定的价值 然后再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说明对方这么做不会让自己感到开心 希望对方下次可以改正 北风在和南风打赌的时候 南风之所以可以赢 是因为他吹出来的风是温暖的 而不是像北风那般寒冷的刺骨 所以人们感觉到了温暖 也就愿意脱下外套卸下宝贝 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笔数更内在 也更高层次的东西 是对人对己的了解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话 这才是说话之道的真正要义 所以对于男人来说 肯定远比指责来得更加有效 一 爱情最好的相处方式 应该是保留空间 虽然利用男性思维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感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男人身上 从而忽略了自己 彼此之间的距离如果靠得太紧 其实并不领域感情的发展 因为心理距离越紧 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次数也会越多 相反 如果保留一定的空间和距离 那么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更加的融洽和自在 男性思维固然重要 但是爱自己同样也很重要 我们不能因为想要得到好的结果 而一味地观察男人怎么想 以至于忘了我们才是 那个真正需要在乎和取悦的人 所以 爱情最好的相处方式 应该是保留空间 女人在幻想的爱情走向和模式 总是和现实有所偏差 对于爱情 每一个女人都渴望某种沧海苍铁 至此不渝地相互守候 但现实总是不尽人意 有时候亲戚所有培养的感情 走两步就散了 恋爱是两个人决定的 分手却是一个人决定的 感情里如何牢牢抓住 对方的心志观重要 保持时刻的吸引力才是关键 都说爱情是女人一生的事业 而经营两性关系是一门技术 更是一门艺术 一个懂得经营感情的女人 往往能够牢牢抓住男人的心 她们能够完美地掌握 吸引力保鲜的技巧 秘诀就在于懂得转换思维 能够从主观思维中跳脱出来 运用男性思维因地之仪 打造持续热情的相处模式 婚恋心理学家约翰·格雷 在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艺术中 提出了男女思维上的差异 男人注重结果 女人注重感受 男人在乎逻辑 女人在乎态度 正是由于种种的思维冲突 必将在相处中 产生不可遏制的矛盾 书中提到 男人总是错误地 向女人提供解决办法 却否定或忽视他们的感受 而女人总是热衷于 向男人提供建议和指导 却没有注意到 要去尊重和信任他们 放手让他们独立解决问题 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大不相同 其实也明确了 女人的付出 一定要看准方向 男性思维往往决定了 对方的情感需要 很多时候 女人自以为是的付出 反而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很多时候 女人会觉得 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 还是没能得到 男人感情里积极地回馈 就正如对方爱吃礼 你花光了所有的钱 买了一车的苹果 反问对方 我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不敢动 感情里文不对 题的孤注一致 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 想要男人持续上译 要清楚主体是女人 受体是男人 某某要学会 站在男性的思维上 考虑问题 做出判断 有时候爱做了方向 付出再多也是枉然 善用男性思维的女人 他们清楚地了解 对方真正需要什么 假如几分的爱 在对方的心肩上 也只有真正让对方 从心底接受你的付出 才能有等值的反馈 一 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男人都有虚荣心 都希望被女人欣赏和肯定 女人总是喜欢 把情绪表现在脸上 但男人往往喜欢 把心理情绪藏在心里 实则他们同样心思细腻 爱情里很多男性思维 都把自我的价值感 依托于女人的反馈 当女人越夸赞 越肯定 他们内心会更愉悦 并且做得更好 都说 撒娇女人最好命 实际上撒娇也是满足 男人虚荣心的一种方式 它体现的是一种 被需要的价值 通过示弱 增强男人的责任感 实际上这种肯定 就是在不断强化男人 在女人身上的目光和精力 推动爱情的长远发展 二 有距离 但不疏离的情感关系 最好的爱情状态 不是相互捆绑 而是共同成就 在众多相处模式中 最提醒男性思维的是 一种有距离 但不疏离的情感状态 而这种状态 能够满足男人的需求 也能够推动情感的正确走向 一 男人需要空间感和自由感 二 适当的距离 是保持新鲜感的秘诀 男人都渴望完全掌控一个女人 这是在满足他们的控制欲 但人的贪婪心理 都是在当真正得到过后 就不觉得珍惜 而男人又喜欢自由 厌倦束缚的爱情 因此女人在和男人相处的时候 最好的做法 是20%时间给自己 80%时间给男人 把握相处的距离 才能在感情中有人有余 三 理解 尊重 和信任 是男人的心理的终极需求 很多女人在感情中 都对男人有诸多的要求和限制 她们心思细腻 积极注重自我的感受 关注气节 注重男人对自己的态度 潜移默幻地形成了一种情感中的利己主义 疏忽了男人在感情里 也需要得到相同的理解和尊重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所有的偏爱都是因为喜欢 但很多女人往往共情能力弱 不在意他人的感受 一点点地把感情消耗殆尽 和杰芳曾说 爱情圆如树叶一样 在人忽视里绿了 在忍耐里露出贝蕾 很多男人选择放手 不是因为不爱你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情感的缺失 得不到同等的尊重和信任 所以她就在疲乏的情感状态中 选择了放手 正如我们常说的婚姻本质 一场自愿匹配的合作场 而不是关系失衡的竞技场 想要让男人对你持续上瘾 就要保持情感天平的平衡 才能在这段漫长旅途中稳步前进 没有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 才真正有意义 愿你幸福 长久征服男人的诀窍 学会花他的心 一 到底怎样才算是征服了一个男人 有网友说 用美色撩人 迷倒男人 让男人为自己沉迷 也有网友说 用傲人的身姿让男人倾倒 更有人说 花男人的钱 让他舍不得放弃 所以加大对自己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 外貌身材等外在形象若是达到了一个预指 那么它完全让一个人的内心被占据 但是 外貌和身材受到的时间约束力太大 一旦降低 那么迷恋程度也会随之降低 花钱也确实可以征服一个男人 但毕竟受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 一个人付出的越多 也就越舍不得放弃 但简体是 这个男人愿意为你付出金钱 所以 容貌 身材 金钱 向来都不是一个能够稳定 征服男人的长久之计 二 征服男人的最好方法 是学会花他的心 电视剧三十二亿中的是一家高级奢侈品店的销售员 和其他店员不同 王曼妮的态度平易近人 再加上有耐心 所以 在他服务的行业里 他的口碑一直很好 也因为这样的服务态度 以此 曼妮的一位客户 一次性全款买下了店里价值四百万的镇店之宝 作为奖励 王曼妮得到了为期一周的欧洲轮游旅游 也正是在这次旅游中 他结识了梁正贤 梁正贤找到了王曼妮工作的地方 奢侈品 名牌包 五星级酒店 价值二三十万的车 这些通通都被王曼妮收入麾下 帅气多金 而又出手大方 这样的一个人 很轻易地就贡献了王曼妮的心 按理说 梁正贤在王曼妮身上花了这么大的手臂 应该算得上是被王曼妮征服了 可正当王曼妮开始憧憬两个人以后的美好生活时 却被告知自己无形中插足了别人的感情 自己只不过是梁正贤圈养的一只金丝雀 他永远都有无数个可提供选择的机会 自己从来都不是唯一 钱虽然比颜值身材来得更加实在 但是他因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所以他也不能完全地承担起一个人的真心 当钱的链条断掉的那一刻 爱也就当然无存 因此 把钱视作是检验男人真心的唯一的标准 并不是能够百分百地答复 因此 征服男人的方法不是花他的钱 二是花他的心 一 让他花心思追求你 我以前有个哥们 在追女生上还有一套 加上他长得帅气 很多姑娘都会被他轻易俘获 但谁知道 一个这么喜欢留恋花丛的男人 却坠入了情网 哥们和我讲过他追姑娘的过程 现在想来 对方也是手段高明 哥们第一次约姑娘去吃饭 对方会说没空 但下次再约的时候就会答应 两人约会 都是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姑娘说要走 晚上看完电影九点多 哥们想带姑娘继续玩 但姑娘就表示自己该回去了 但就是这样 哥们就越发对那姑娘着迷 现在一门心思想着 怎么讨对方的开心 其实 很多女人都会喜欢我哥们这样的情场浪子 但是这样的男人 也很容易让女人没有安全感 之所以说那姑娘手段高明 就是因为他抓住了 对方喜欢征服女人的特征 有句话叫 男人喜欢征服难以征服的女人 所谓越得不到的越想要 哥们在第一次邀请姑娘出来玩之后失败 定会心中充满想要征服对方的欲望 因此进行下一次的邀请 而姑娘在下一次答应的时候 就会大大满足了男人的欲望 另外 姑娘总是在与对方聊得正开心 或者是电影关完后 还有足够玩乐的时间离开 三 会让男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认为与这个女人相处的时间过得太快 因此想要与对方进行下一次的相处 想要征服一个男人 并不是对方在追求你的时候迅速迎合 这样不仅会让男人没有享受到征服的过程 也会认为得来得太过容易 对你不够珍惜 所以 不要担心自己拒绝对方就会失去他 相反 有效地拒绝 更能加深他对你的兴趣 二 让他花心思留住你 前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我和男友在一起 一开始是我追的他 但是现在他更珍惜我 我的男朋友经常出去和朋友喝酒 每次打电话基本都没接 估计是在外合高了 就连周末也喜欢出去聚会 不和我去电影院 于是 有一天在他又出去聚会很晚回来 那时候我早就打扮好 一看到他回来 我就准备拎包出去 他问我去哪儿 我说我也有自己的娱乐生活 大约持续了三四天 他渐渐地减少出去聚会 就算出去 也会比较早地回来 所以啊 不要总对男人好 又让他觉得有危机感 土磊说过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口 的确 在恋爱中 无论一个女生多么喜欢一个男生 进而去追求对方 都不该在恋爱后继续保持讨好的态度 如果恋爱之前和恋爱之后 女生都处于一种不断付出 以卑微的姿态去仰望恋人 那么恋人就不会懂得珍惜 男人会觉得 这个女人反正都是会跟着我的 相反 女人在追求男人成功之后 懂得点到为止的讨好 不再卑微 以平等的姿态去对他感气 男人就会觉得 他怎么没对我这么好了 那我对他好一些吧 我得让他恢复之前对我的态度 三 增加对方对你的无形投资 是经营爱情的关键 青秋湖传说中的洪夫人 一开始对自己的丈夫言听计策 即便是后来丈夫专重小气 她也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和改变 只不过是在保持原来主动找丈夫的基础上 增加了些许不满的情绪 然而并没有任何作用 后来在邻居柳夫人的指导下 她渐渐学会对丈夫视而不见 并把原来花费在丈夫身上的精力 转移到自己身上 去补师 去种花 而习惯了妻子百依百顺的丈夫 猛然间不适应妻子的冷落 根据矛盾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相互转化的原理 丈夫开始把心思慢慢转移到妻子身上 每天关心她的去向 留意她的动态 在哲学中 本质的东西 向了都比表象所展现出来的要更加深刻 因此 相对于有形投资 对应的金钱付出来说 无形投资对应的时间 精力和思绪付出 保留的时间和影响力更加持久 当你开始因为对方发消息的延迟 而焦急的等待时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已经在进行一个无形投资了 因此 聪明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中 会引导男人对自己的无形投资 例如欲擒故纵 了拨心血 例如不会每次都答应对方的要求 而让对方为自己等待 四 向来有套路的爱情 往往走得更加长久 一个男生对女生说 我知道我伸出手 你肯定不会跟我走 于是我伸出腿把你绊了一跤 你果然站起来追着我跑 于是我不得不承认 自古深情留不住 总是套路得人心 虽然这是一个搞笑的段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我们笑过之后 却发现舒服长久的爱情 大多离不开套路的存在 总是喜欢给爱情做加法的女人 如果陷入一段感情之中 就肯定会不由自主地 让自己变得主动起来 别人投掷一分好 自己便怀疑十分 在爱情中 双向奔赴的感情才更有意义 所以 就算为男人付出 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前提是 我们需要去考虑 它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去付出 过于主动 会让男人产生一种 已经套住你的心里 从而对你的感情处理 也会变得开始松懈 不在意 所以 爱情需要适当的冷漠 适当的道路 才有利于延长男人 对自己的受裂欲 愿你幸福